就是这全部这个过程没有收钱 我当时就是做完之后 我还在想为什么没有收钱 因为你做完检查之后 那你可以就跑掉了 如果是有的人不负责任的话 可能就会跑掉 Hello大家好 我是Lisa 今天跟大家聊一下 我在台湾看病的一个经历 我之前去台湾 我的手腕是有一点毛病的 我打算去那里看 但是去了之后 吃喝玩 然后把这个事情就放在旁边了 然后每天举着相机 手腕也是非常累的 然后呢 后来我去看我的手腕 第一次去的时候呢 去检查 去检查去挂号 但是呢 当时是没有收钱的 这一点让我很诧异 我从来不知道 就是挂号不需要收钱的 我当时去的是新北市的一个医院 那个医院呢 它是属于公立医院 所以挂号没有收钱 然后我进去做了检查 做了一个CT 就是看看骨头有没有问题 结果呢 就是这个时候也没有收钱 就是这全部这个过程没有收钱 我当时就是做完之后 我还在想 为什么没有收钱 因为你做完检查之后 那你可以就跑掉了 如果是有的人不负责任的话 可能就会跑掉 那我是经过检查 挂号都没有收费的情况下 做完了这一系列 然后呢 检查完之后 拿着单子才去交的费 然后呢 也预定了下一次的神经线的检查 不知道这叫什么 就是方程上垫一样的 因为检查出来骨头是完全没有问题 然后又通过那种电疗啊 是什么东西 把这个检查了一下 然后呢 做的是非常细致 也是检查出来完全没有问题 我是一共花了是2944 所以这个费用加上两次的检查 再加上挂号 而且我还拿了很多的药 五包的药 五很多的很多的药 那个五次药 没有吃完 吃了一个星期 是什么肌肉疏松啊 或者是怎样的那种药 我也忘了 但是呢 一般台湾的医生 他会给一些胃药 就是说当你吃其他的药的时候 会引起胃的不舒服 我当时很纳闷 你知道我从来没有受过 没有不知道要需要 在吃其他的药的时候 要加上胃药 这是一个新的发现 还有呢 在检查的时候 我发现我在那里等待的时候 然后你在外面等的时候啊 它旁边有一个插健保卡的地方 就是你在网上预约挂号也可以 就是你可以直接在线上 看见快步 什么时候轮到你 你是哪一个号码 然后呢 就算你没有到 你去晚了 但是你去了之后 它有一个门口 有一个健保卡插的地方 你就可以直接进去 报到就可以了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而且呢 就是台湾的这个医院呢 就是我可能其他的地方不知道 就新北市这个三重这边的这个医院 我是知道的 然后它是进去以后 旁边拿药的地方呢 居然它上面有 就是老年人优先的一个窗口 非常好 我觉得这一点很好的 而且里面居然有钢琴 这个很有意思你知道吗 然后它的楼梯呢 有很多的画 就是图画 像艺术 就就很很漂亮了 而且它没有任何的那种 医院的那种味道 那种药水的味道呀 或者是 那种那种刺鼻的味道 完全没有的 我觉得这一点挺好的 然后呢 它去每一个就是 检查室的时候 或者是我去做CT 检查的时候 它是地上呢 它是有箭头 有蓝色的和红色的 好像就是不同的箭头 你可以顺着这个线 它是涂成不一样的颜色 顺着这个线去你想去的地方 而且你问 问别人的时候 问医务人员 他们都态度非常好的 然后我在做检查的时候呢 他会一般的 他居然医院里还有义工 我坐在那里的时候 有前面还居然还有义工 然后赢的 来就是告诉一些来看病的人 然后回来回答他们的问题 来帮助他们 居然有义工 哎呀 台湾真的这一点挺好的 到处都有义工 还有呢 你进去之后 就是他每一次里面有护士 他会每次来叫你 叫号 然后进去坐在那里 有一个帘子是拉起来的 这一点跟大陆有点不太一样 就是拉起来 里面是医生在看病 然后你就坐在帘子外面 每一个进去就会把帘子拉上 我觉得这个是有引力感的 当然了 在英国呢 它是完全每个人只能进去一个的 就是这样的 或者是和家人一起 是门关上的 不会有另外的一个人 但是拉帘子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还有呢 他那个医院旁边居然就是有一些超伤呢 你可以买吃的喝的咖啡 这些都是可以的 然后我觉得这一些还是真的蛮不错的 我当时那个医生检查的时候呢 我什么都没有讲 其实我这个手啊 手腕有很多年了 四五年了嘛 然后那个医生直接摁我这个地方 两个手一个摁这里 一个摁这里 我马上就感觉到这个手的不同 我说我当时就非常吃惊 我说他怎么可以在几秒钟的时间 瞬间就知道我的问题所在呢 一摁这里 我就可以知道这个有问题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呢 虽然是检查完了 是什么问题都没有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什么问题 但是他当时给我吃了那个什么肌肉疏松 什么肌肉疏松 还是什么松剂 吃了一个星期 然后做了这个店什么检查之后 回来之后 我的胳膊这里完全是不会痛 虽然是没有什么治疗啊 但是呢 我是感觉到胳膊是累 但是没有痛了 所以之前呢 我没有去看之前 我的手腕是经常是有痛的感觉之力 现在是完全没有 但是他会累 但是因为现在我到底是什么问题 其实还不太知道 但是我就在说说我这个经历啊 就说他不痛就是很好 虽然是有累 但是因为有的时候你有其他的问题 因为我有看说甲状腺低下 也会有一些什么地方会疼痛这样的 然后呢 这个医院我觉得看病的这个经历啊 挺好 是真的挺好的 医院先不收费 先看病再讲 然后前在后 你就会觉得 哦 原来人是放在前一位 钱是放在后一位 在大陆的话 在中国那边的话 就是要凡事都要先交费 不交费不给你看 这一点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那边就是钱在前 钱在先 人在后 这一点还是不同的 当然在英国呢 它是不需要挂号 也不需要收费的 但是要预约 这一点 其实英国这边这一点挺好的 因为有一些重病啊 比如说像我们家里有亲戚 它是有白血病 然后呢 就是反护几年 一直在看 这个费用要是在中国的话 是非常重的 非常多的钱 可能是反反复复的 然后呢 在英国这边 它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费用 所以这一点是省了一些后顾之忧啊 我觉得这一点挺好的 所以我在讲说 通过我在台湾的经历 我觉得它值得夸叫的是什么 一个医生的态度是非常好的 义工 护士 态度都非常好 然后呢 也很温柔讲话 甚至是拿药的这些 里面的人呢 都是非常好的 而且里面还有热咖啡 可以喝 然后超商可以买东西 然后呢 你如果不想坐在人多的地方 你还可以去其他的地方 很多的地方可以坐一下 我喜欢的地方是 它先不要付费 什么都不要付费 先让你去检查 哎呀 这一点挺好的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值得夸赞 当然了 每个地方都有需要进步的地方 我觉得有一点 我不太适应的地方 就是厕所 它是男女厕所 它在一个里面 就是当你一个男生在旁边 旁边的小房间上厕所的时候 右边就是女生的话 会有一点尴尬 而且女人跟男人同时进去的话 也会有一点不好意思吧 尤其如果你拉肚子或怎样的 这一点我有点不适应 这一点 男女侧是一起的 所以我这一点 有一点不适应了 当然了 这就是我自己的个人经验 个人体会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